主料,糯米300克,辅量,油,盐,冷开水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糯米洗净加适量清水煮熟,煮好的糯米饭,把煮好的糯米饭趁热倒入大盆里,用擀面罐把糯米中烂,手沾点冷开水,把把糯米捏成糍粑,放在保鲜膜上,烧热油把糍粑放下煎, 三,小火将两面煎到金黄,烹饪技巧,一晚上做好,第二天煎来吃,软糯刚刚好,二,糯米粉烂的程度按自己的喜好,我加盐一起中的,三手沾冷开水可以放下啊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